隨著天氣越來越熱 來游泳的民眾也將隨之增加 悠遊在水中既健康又暢快 不過是逢台灣遭遇68年來 最大旱災 為了省水 未來恐怕有許多學校的游泳池 都要關閉了 現在缺水嘛 就是大家就供體時間 就可以找別的運動替代 運動的話你還可以去做健身房 去健身啊 然後海邊啊之類的 不只喜歡游泳的民眾會有影響 就連學生可能都要暫停上游泳課 因為教育部在3月3號已經行文公告 高中值以下可以不開放游泳池 等到梅宇季供水無余之後 再上游泳課 以各級學校總共有483座游泳池來算 每個游泳池的水量平均是450立方公尺 如果全面不開放 將可以省下22萬公噸的水量 不過為了不影響愛游泳的民眾的權益 校方也有折中的因應方法 我們游泳池就是有液水回收 像這些雨水回收草的設備的部分 所以其實在我們的循環過濾上 對 就是在水的部分其實應該是沒問題的 除了泳池 教育部也提出學校 包括洗手台 馬桶水量 噴水池等等 都要來管控水量 就是希望在這個非常時期 大家可以共體時間一起渡過難關 記者黃明君 黃新一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黃新一採訪 謝謝大家 黃新一採訪